啊各位粉丝嘛 我是修手机的一个啊 这个好久没有当面开箱啊 我们来开箱三个包裹啊 大清早起来就三个包裹到了 然后我们开箱检测一下都是些什么手机啊 这手机都是客户外个底 客户粉丝寄过来的啊 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一个的支持和信任啊 那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 首先我们在开箱第一个啊 第一个是一个看这是哪里寄来的啊 是一个广西老铁机器的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手机啊 这是一个华为的啊 我们看是什么故障啊 上面写了啊 玉哥你好 我是5月20号晚上加你微信找到你手机手机账号锁的那个喉咙啊 现在把手机进来一个帮忙解这个手机号的账号锁啊 多谢了 他这是解账号锁的啊 华为nowa 我们开机看一下 我们看到了是激活手机啊 结束 我们准备开箱下一个啊 别浪费时间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个福建老铁机机过来的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手机 我开箱检测 然后手机我们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哦 雲奴啊 雲奴斯坡有啊 好 重帅机啊 所谓的非常惨啊 然后 换屏幕啊 屏幕也是坏的 这个是个曲面屏 好 接下来我们给他那个啊 给他 用盒子装起来 好 手机开机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 上面这些全部黑掉了啊 内屏坏了 然后手机还变形了啊 弯曲 弯曲了啊 但是功能正不正常 我们知道了 要检查了才知道了 我们开机看一下 这个是个曲面屏 我们看到啊 全是漏液的地方 啊 我们装起来啊 已经洗好了啊 福建老铁机修李大哥的oppo reno 4 颇热啊 装摔机 这个是 目前是屏幕后盖前不坏啊 手机弯曲 我们再开箱下一个 最后一个 这个是个核贝世家装老铁机修的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包装好啊 这是个小米9啊 也是装摔机 后口都没了啊 手机还有一点弯曲 一点弯曲啊 怎么最近收到两个小米9都是 后口弯曲的啊 我们看到屏幕里面前是裂痕啊 前是摔碎的痕迹啊 看到没有 下面 看到没有 前是裂痕啊 这个我们先检查啊 先 把它洗张纸条 好 已经洗好了 和别急修的张大格的 然后小米9装摔机 好 我们拿盒子装起来 全部装在一起啊 然后这个就开箱完毕了啊 我们全部每个 手机的 客户的手机对应一个盒子 不会弄丢的 不会弄 弄配件弄掉啊 然后 这边还有一些正在维修的啊 都是继修的啊 非常感谢你们对我遇过的支持啊 一个会尽心尽力的把你们手机修好 记回去啊 还有一些正在路上啊 正在 邮寄的路上啊 你们 不要慌啊 不要忙 等一等 然后 主要修手机要要修的好啊 然后 时间长短 一点都没关系 你们说对不对 好 感谢支持 感谢继修啊 需要修手机再私信给我 忘记关注666